反修例风波扎税打工仔饭碗,年半内首次恶化,统计处今日,19日公布今年5月至7月,失业率微升0.1个百分点,至2.9%,打破了过去15个统计时段维持2.8%的表现。 回看截至今年6月,香港失业率连续15个月处于2.8%,为1998年初以来最低,明显以介传闻就业水平,目前回升带来重大启示,失业率回升预示衰退,若翻查历史,失业率每每跌至相对低位后回升,往往预示经济衰退不远,例如1997年8月失业率跌见2.1%, 然后于10月回升,经济就在1998年首季负增长,2000年12月失业率低见4.4%。 逆年2月回升,之后第四季经济见红,2008年6月失业率跌至3.2%。 于8月回升,经济在第四季起饱受金融海啸之苦。当然,每次失业率回升不代表经济必然有问题。 但,撇除今次,上述三次往即是失业率未回升之先。 经济增长已逐季下滑,恰巧地,目前经济按年计,亦已连续五季放缓。 次季更降至按年紧增长0.5%,于过去三次十分类似,如今失业率在7月回升。 伴随着香港第二季经济已按季收缩0.4%,而今季极有可能再缩。 反映到了10月数据公布时,会证实香港经济今年第二及第三季连续两季收缩。 技术上正式陷入经济衰退。或许,今次失业率回升,再一次应验衰退随之而来。 失业率与股市关系。如果失业率回升,再次应验是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话。 那么,港股会怎样?答案恐是红三开端。 根据网绩,在1994年6月,香港失业率跌至1.5%的相对低位。 港股则在同年2月已率先见顶。 1997年8月,失业率跌见2.1%。 港股于同月见顶。 2000年12月失业率低见4.4%。 港股则于同年3月已见顶。 2008年6月失业率跌至3.2%。 港股则早于2007年10月见历史顶部。 上述可见。 失业率跌底,往往教港股跌顶的时期可以是同月。 或相距4-9个月。 今次又应验,因7月失业率回升。 目前已证实跌底是2018年4月。 而港股跌顶则是2018年1月26日。 相距约3个月。 于1994年那次累近。 从富途可见。 失业率回升恐是股市红衫开端。 2008年6月失业率见底。 8月回升。 当年10月上演大含史,当年是8年1月的金融海啸。 2000年12月失业率见底。 2001年2月回升。 股市狂卸至2003年4月沙市高峰前。 之前亦经历科网爆煲。 1997年8月失业率见底。 然后于10月回升。 股市凉至1998年8月。 当年是著名的亚洲金融风暴。 1994年6月失业率见底。 同年7月已回升。 股市凉至1995年1月。 当年是著名的债史大屠杀。 股市凉至1995年4月。